主料,排骨500克,主量,肉,250毫升,结枝,2.5大勺,洋葱,蒜头,生抽4小勺,捞抽4分之1小勺,排骨椒面1小勺,白蓝蒂1.5大勺,糖1小勺,花椒粉4分之1小勺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排骨的腌制, 用一大碗,放排骨和腌制的调料结枝,1汤匙,生抽,2茶匙,老抽,4分之1茶匙,为主色,红椒面,4分之1茶匙,花椒面,4分之1茶匙,糖,4分之1茶匙,白蓝蒂1汤匙,蒜头切片或剁碎,入碗,用手抓至排骨齐粘性,碗要稍大些,好让手抓连骨时,有活动的余意, 加烟好后放入密尸壳,盖密盖子,放在冰箱里到两天,正式操作,用一碟子,铺上干玉米淀粉,把排骨周深裹一层粉,然后倒去多余的粉,放入4-5成热的锅里炸,炸实不能太集火,否则外表焦了,里面还没熟,炸至金黄色,炸好后绿油备用,将洋葱切成小块或丝状,备用, 把材料接至1.5汤匙,白蓝蒂或其他高度9,1,茶匙,生抽2,茶匙,盘2分之1,茶匙,红椒面,1分之1,6分之1,茶匙兑成碗汁,用一大盆,放放炸好的排骨,切好的洋葱丝和炖好的碗汁,用手搅拌至均匀,用一口盘,垫小锡纸,先把洋葱放在底部, 再把排骨放在上面,再将上面,用锡纸盖密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400楼,15分钟,烤好后将排骨加起来,洋葱只是微香气,基本不食用,同时也能隔住排骨,不令排骨受热时被锡纸粘住,健康些,烹饪技巧, 1,因为炸食骨基本已熟,不用靠太长时间,2,或许有些同学会说,锡纸好,不健康,这个把明白,反之道,只是个惨事,偶尔一事,也没什么不可以,在流瓶时,说不健康的话就免了,反正在篇子里也有注明,此处做过检讨了,3,另一个方法是,不用锡纸,将炸好的排骨, 5,在回锅上找个用锅成板汁,烧闷一下,加上适量水淀粉,打个芡也可以,4,调料也可按个人的口味改动分量或调料品种的增弃,但最好不要免去戒指,否则就是叫戒指举骨了,5,本人在美国制作的菜,戒指的瓶子是英文,国内的朋友只要到大商场的调料柜,一般都有戒指出售的,什么拍子的都不去过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拍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Reserve.